類似的電動滑板車電池都在底部碰上像這樣的狀況 很有可能造成鋰電池受損 放進車裡風險更高 很多的電池它有做一些防水的功能 但是在長時間的使用跟碰撞 它容易把它的絕遠的部分 甚至是防水的部分產生破壞 除了鋰電池產品在車內接線的電器也要注意 現在有不少車內用品會像這樣接電 以充電線最為常見 無論是充手機還是使用電源都有風險 最容易在車內燒起來的東西 包括USB的充電線 尤其是劣質的線材風險更大 另外行動電源如果是充電中 或是擺放在擋風玻璃下也很容易燃燒 基於車內的電源轉接器也要注意使用狀況 科技進步車內線材電器越來越多 不只是品質要注意使用方式更要把關 避免為了方便 卻讓整輛車都報銷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